中山地下出街 被台北市長柯文哲盯上 痛批業績太差 傳出很可能面臨轉型的命運 將來來到地下出街 路過的比停下買出的人 還要多 捷運公司近年出租中山地下街 率後盈餘都是副城長 市長柯P要求改善 文創書店優惠店租 若開放美食百貨 一般商店進駐 算一算能讓捷運公司 多賺上一千兩百萬 我們當然是希望這樣子 對啊 就維持原樣 地下書街負責人感嘆 書店恐怕不敵 百貨餐飲 民眾看法也兩極 美食的地方可能在另外一區 這邊就輸就好了 如果他之後引進那種美食 或者是那種超商的話 比較可以吸引一點人超過 以利益為優先考量的話 當然會有一點小反對 捷運公司強調 明年標約到期開放業種 為的是讓經營更多元 並非要把地下書街收回 如何兼顧文創商業 得要有更完善的考量 記得黃天曜關訊 看不到 Kin mama 參謀的地下書 記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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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t